那董事齐穴呢 以前呢我们说了从不外传 一直到了董公这一代 他才开始广收门徒 董公呢一共收了73个弟子 现在呢很多的弟子依然活跃在针灸界 都是非常有名的针灸大家 那其中最有名的肯定是我们的杨伟杰老师 为什么说呢 因为杨伟杰老师是第一个 把董事齐穴从台湾带回祖国 大陆的人啊 也是第一个进行全世界推广传播董事齐穴的人 同时他也是把董事齐穴和传统针灸 完美相结合使用的第一人 那我们说了这个呢 董事齐穴是董公的家传结学啊 为什么后来又传播开了呢 是因为到董公那一带广收门徒啊 董公呢一生呢临诊40万人次 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 当时呢他最早是在这个山东嘛 山东平渡线人 最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十里八乡行医啊 当时在十里八乡就很有名 后来呢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 在台湾的军工所工作 那有一次呢台湾政府派遣他去治疗 朗诺总统呢搬身不随 哎结果到那之后一战成名 那从此之后呢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啊 就跑到台湾跟董公去学习董事齐穴 所以说你要这样看是不是董事齐穴 对于传统针灸的推广与被认可 其实是功不可没的 那我们说了这个董事齐穴是董公的家传绝学 但是呢为什么他这些年呢一直盛情不衰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去喜欢董事齐穴 去使用董事齐穴 而且很多人在推广董事齐穴 就是因为董事齐穴 他跟我们其他的针法不太一样 有些呢我们的很多的针法 他都是从我们的传统针灸上 要么就是他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流派 要么就是从他的一个点提炼出来 然后升华成一套针法 那董事齐穴是什么 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有自己独特的穴位 有自己独特的取穴方法 自己独特的治疗理念 所以说呢董事齐穴 他是自成一派啊 就是因为他的很多的优点 例如说这个用血精呀 取穴少呀 效果又非常好呀 然后呢重用刺血呀 还有一些这个不争患处啊 因为董事齐穴的这些优点 所以呢开始被很多的针灸爱好者 针灸从业者所喜欢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些年来董事齐穴发展的是越来越好的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董事齐穴的 他的一个发展史